男子靠近路边女子 下一秒直接抢走对方手机 当下女子吓了一跳赶紧上前追赶 并呼救一旁刚好到场的朋友 只见被害人的朋友追上前去 要帮忙夺回手机 和嫌犯当街上演 你追我跑 那女生说叫男生还他手机 不给他 他自己跑 叫他出来追去 回到案发前一刻 女子独自行走在棋楼 一手拿着手机 另一手提着物品 嫌犯先上前搭讪被害人 接着趁女子在路边等朋友时 团动手行抢 索性当时警局巡官路过 听到有人呼救赶紧上前带人 来 起来 抢不约手机了 遭巡官和志员警力压制在地 嫌犯光天花日大胆抢劫 狼狈入网 夹搭讪争争抢手机 地点还在新北市三重派出所对面 下场根本是刺头若往 小姐啊 手机背着 那马上被逮捕 陈贤在逮捕到案的时候 冤队犯刑的过程 不愿做回答 表示也自己不知道 为什么会犯下此个案件 根据了解19岁的陈姓范贤 没有工作 虽然没有前科 但犯案后却不肯坦诚犯刑 只是不管再怎么装傻 最终还是难逃罪责 被依法送办 解杨仲胜张贝兹猜访不懂